為了在中華市工學家跟實戰路的負荊停車場 中華市公所在100塊5年車 進行跟停車場的管理失筆 並且由此為11號開始 市英文收費來改革民眾登記以來停車的問題 因為市英文期間信號非常好 以後每一年都可以帶來總共200萬元收 負荊停車場在民族台有2500邊香港車 在在到市價位的使用分庫裡面 是說中間停車場用地 已經將收費票完成很多年 過去曾經委員收費英文但是相好並不好 在市場所收費委員經營款後 就因為欠缺管理等級方占用 這個頂級要求只要我們使用政府的錢 將收費停車場一定要做一個收費 做優好的管理 第二點我們沒有收費的停車場 我們香港都被當地的減用 電動附近的住戶甚至要來消費 這些消費者都沒有在停車 所以這對地方的反應並沒有幫忙 所以來收費電動是地方 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為了要錄是使用價富貴的精神 中華市公所公用輸入客 完成主動化停貫設備 變成為今年1月11號開始試圓文 以下每年可以帶來總共200萬的收入 三個月市運運 我們一個月大概可以增加 18萬到20萬收入 所以我們今年依據我們富新停車場 可以增加大概200萬左右的收入 那麼獨了我們富新停車場以外 我們在後面我們自強南路停車場 金馬停車場 以及我們的這個泰河停車場 頂頂呢 我們都一直來規劃收費停車場 加上了我們中央路橋 以及我們建國南北路的這個橋下停車場 我們都可以依依來做一個規劃 方便市民的這個停車 解決我們的交通停車的這個問題 也可以方便我們富新的住戶停車 以及帶動地平社會的這個環境 副市長共町 彰化市公所為了要配合推動觀光 和開票財源的需要 這幾年來 蔡處企業法官在市場之下 大伯台鄉納入公共擔散的收費停車場 頂位英文正好 這兩年 每年為彰化市創作兩千多萬的公共擔散收入 新彰化新聞北明林 彰化蔡宏報道